今年内地电影市场新人导演们的处女作似乎颇受欢迎,今年暑期档最大的赢家《我不是要神》,虽然徐征的光芒很强,但电影导演文木也也成了焦点。 之前文木也导演了几部短片,就显示出了才华横溢,而《我不是要神》的监制名号徐征自身也是大导演, 但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文木也这个新人导演因此《我不是要神》是文木也第一部完整的长片电影,也可以说是其导演处女作了。 最终这部电影拿下了30、98亿票房,中国影史第五,今年年度票房第三,而今年另一位备受欢迎的新导演是老演员黄博,不得不说黄博非常优秀的演员。 主演的电影除了《极限挑战之皇家宝藏》,这种综艺电影实展,没什么发挥的余地之外,几乎烂片很少。 观众源是内地男演员中最强的之一,这样一个国民演员拍电影自然是备受关注,最终黄博的一出好戏,顶住了《爱情公寓》的冲击,拿下了13、4亿票房,同时都半评分期。 三代演员转型导演中黄博算得上非常优秀,得了但不是所有的演员转型,都是像黄博一样受到观众的欢迎。 今天9月7号又一部《自导自演》的国产片《讨戒指》上映了,这部电影由洪一平自导自演。 据说拿下过第51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最佳男配角。 这个电影节曾经把影后桂冠颁给了杨幂。 至于韩金亮,大家都懂《草戒指》跟很多纯爱电影一样讲述的是一个俗套的故事。 女主家庭贫困,父亲嗜赌如命,母亲离婚远走,留下妇女俩相依依为命。 幸好遇到了男主,两人建立了青梅竹马的爱情,还用草戒指发誓一辈子相守。 不离不弃当然电影就要有转折,女主的母亲经过这些年的打拼发财了,因此来找回女主的亲情。 女主当然要拒绝一番,而男主自知已经不能给女主好的生活,于是消失在女主的生活中。 过了许久女主虽然生活得很好,但对男主一直念念不忘,直到两人再次相遇。 如果电影不是把钱都用在了买奖项上,估计电影的制作也不会这么粗糙,也许导演想拍出小文艺的感觉。 但成品完全没有一点点文艺性清新感,电影拿所谓的国际大奖作宣传,肯定是想在票房上有所企图。 但电影的商业性也没有,真的不知道导演在拍什么电影演员阵容中,只有黄海斌知名度还行。 当年的古装王子,艺术凌峰,迷倒了大批的女粉丝。 这几年随着年纪的增大,基本上是混迹于网剧和烂片中,质量好的作品已经是凤毛麟角了。 这一次黄海斌在电影中的表现也只能说一般,毕竟电影剧本和制作也没有他发挥的余地。 不能指望演员拯救电影电影的关键,还是在于导演导演兼男主洪一平原名是洪一平。 歌手出身,身高一米八的他被粉丝称为很man,但自称内心却是一个极具柔性之美地带男孩。 被粉丝誉为中国版Rain歌手带给了洪一平一些知名度,后来主要做了演员。 出演了新版《水浒传》、《薛丁山》、《隋唐英雄3》、《四合谢文东》等影视剧,当然都不是主角,基本上都是几句台词的配角。 2017年估计也有一个导演梦想的他指导了一部网剧《杀手帮帮忙》,动静也不大有意思的是《杀手帮帮忙》,也是黄海斌主演。 拍完网剧之后,洪一平终于要对电影下手了,导演处女做《讨戒指》也孕育而生,只是洪一平无论是做歌手还是演员都并不出色,完全导演这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还是吃力的,因此《讨戒指》的口碑并不好上映后。 网友对这部电影的批评之声,络绎不绝工作经历当中,煎熬时间最长的一部片子,终于送走了这类片子,既没有艺术性也没有商业性。 不过是自我陶醉的小文艺这样质量的电影,让现在内地观众买单确实很难,尤其是现在电影自导自演已经不是一个好噱头了。 只有像黄渤这样本身演员做得好,有观众源的才能引起观众的关注。 有了黄渤导演处女做注意在前,观众其实对以后演员转型做导演要求更严格,这部《草戒指》截至9月7号16点票房只有36万,估计首日票房在40万左右了。